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招数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哦 今天这一视频呢是曼谷的一期探电视频啊 我现在在曼谷 刚刚下轻轨在伊卡麦这边 走路过来就两分钟 如果大家要去巴提亚呀 坐大巴车都是从这里下车 那我今天呢预约了一个美龙院 我来洗脸就清洁面部的这样子 我也是第一次 我昨天同事他已经来过了 但是昨天已经忙了 所以我今天来 那这里呢是一个小型的商场吧 我已经到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后面还有很多在里面这样 洗脚啊 美甲呀这样的一个小型商场 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我已经走到这个商场里面来了啊 这个商场还是比较简约的 然后这里好像有放电 我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一个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这一家 恩的这一家 他这家是在奥隆啊 电梯都找了好久 然后出来就能看见了 那我已经成功的走进来了啊 因为我这是网上预约的 就好像我们国内的那种什么美团啊 饿了吗那样子 那他们这边呢就有专门的一个APP啊 上面就有一些美容啊 一些做脸啊 按摩啊 什么都有 大家以后如果来的话呢 可以尝试一下啊 然后我订的这一个是什么呢 我给他看了 我给他订的这个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洗脸的 空气洗脸 他什么去痘啊什么的 因为他现在都很有打折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这个套餐多少钱啊 你猜都猜不到 我就直接告诉你们 199泰铢 40块钱 50块钱不到 他这个时间是15分钟 写在这里的话 他这家的话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去痘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我昨天朋友来过 他告诉过我 他他昨天本来是订的洗脸的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说 可以给他弄去痘啊什么 他脸上有痘 这样子都可以 就是同等价位的话 那因为我第一次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情况 我就先弄了一个洗脸的 如果以后好的话呢 可能会这种去黑头啊什么的 也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毕竟价格这么便宜 不做白不做 然后他就会让你填写 自己的一个信息 因为是第一次来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这个黄金也还不错的啊 我预约的是12点半 现在是12点十几分 所以还有时间 啊 谢谢 thank you 他还弄了一杯饮料过来 不知道是什么 是那个 是那个 那个什么 羊梅汁还是什么 耳双梅汤 这杯子都很精致 服务还真的是非常好 但人没有什么人 这个地方毕竟是 不是那种大型 不是什么千罗广场的附近 等会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已经弄好了啊 刚刚拍张照片 站在这里 哇 这个地方 我已经躺在这里了 就是 还挺舒服的 因为我其实缺少一个摄影师 我需要一个摄影师 从上面给我拍 然后大家就没看见 他在我脸上做了什么 他这个是做那个 15分钟 那个APP上解的是15分钟 但是我不知道 他会给我具体的实际弄多久 做清洁 然后 所以我今天早上 就没怎么涂那些东西 就简单涂一下防晒 他应该会把我全部的 化妆的事 全部给弄掉这样子 好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 在泰国做这样的一个脸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好看啦 因为其实我是挺害怕的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 发生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很小 十几岁吧 然后在外面逛街 然后呢就有一个发传当的 说可以免费的帮我洗脸什么的 然后呢我就跟着那个叔叔 进去了一个美容院 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那就是我人生当中 遇的第一个坑了 那时候想想我也真的是可笑至极 所以我今天来之前呢 也是有点担心 害怕说推销你做这个 推销你做那个 啊你的皮肤怎么怎么样 哪里整理不好 让你做其他其他的 当时做完发现呢 很正规 他也没有说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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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完全的就是我预定了什么 就帮我做什么 人嘛总是想变得更好看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有权利对自己更好啊 生活那么不容易 自己不对自己好 谁对我好呢 他刚刚用这个蒸汽一样的东西 给我喷了很久 现在的脸感觉冰冰的 特别的舒服 然后也感觉光滑了一点 我还以为没有什么作用 真的是挺舒服的 然后问他可不可以去黑头 然后这边有几颗痘痘这样子 他说这边也有这种 呃这种东西啊 可以做的 然后呢就反正都来了 就弄一下 他也是190株这样子 那还可以 他已经在这边帮我挑这些 谢谢 他现在在我这个 去痘的地方贴上这种 什么东西 已经弄好了 然后刚刚小姐给我拿过来看了一下我刚脸上的一些东西 真的好脏啊 全都是一些黑头啊 一些杂质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时也要注重洗脸 就呃 因为我现在呃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洗脸的那个还挺好的 不是洗面奶 有点磨磨砂的一样的 还不错 清洁很到位 一定要清洁 就像洗牙齿一样的 就算吃完饭就刷牙 还是会那个有些牙质要定期的去洗牙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然后刚刚呢就是呃 我觉得做那个喷气的那个很舒服 然后这个除痘的话就有点痛 但是除掉之后做好这些消毒的工作之后呢 就会应该会恢复的比较好一些 然后这个小姐姐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在挤的时候一直在说sorry sorry这样子对不起对不起啊 所以还是挺温柔的 大家不用害怕 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 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哦 评论区可以留下你宝贵的意见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